从去年12月起寒流一泊泊来袭 全台凤梨花主要采取之一的瑞瑞香复兴村 不少农民就陈情说 凤梨花不抵低温侵害出现了花灌叶片冻伤白化的灾害 经过乡公所县政府等农政单位现刊通报之后 中央核定了灾害补助 乡长吴万德他表示说 即日起申请到16号 请受灾的农民要赶快来留意 相当漂亮又好喜的凤梨花为农历春节 百百季组以及应景百事最夯的农产品 不过去年12月中旬起接二连三的寒流来袭 造成凤梨花含害农损 花冠叶冻伤白化全会 农民整年的辛劳 顿时化为乌有损失惨重 我们农民非常辛苦 这往来一条 一定是要买到有二十五块 三十五块 现在就寒海了 可能是没人买 没人买 我们的农来成本的 农种做得起来 要二十七万一块 我们如果买买就无人 才有四十五万到五十万 所以我们做农的人 这个礼顺挺对 结果农民诚情反应的乡公所 也在第一时间内通报 初步统计受害面积将近二十一公顷 上级农政单位更是高度重视 经县政府农改厂 以及农粮署等农政单位 现刊转报后 获得中央核定 列灾害补助 每公顷补助九万元 希望降低农民的农产经济损失 因为我们今年 那些犯罪很严重 现在我们的政府 有跟我们合定補助 从今年的新农政策到新农十六 为止 要快来申请 快来把我们公所农业 官农课申请 每家庭一公顷 補助导演 大家到时候補了 今天受到中央正式核定公文的乡长万德 也在第一时间内 前往凤梨花产区通报众所周知 并表示 乡公所也将会从即日起 开始受理 受在农户的申办 到十六号截止 也请农民多加留意 期待土地存折等相关资料 到乡公所农官课来申办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志愿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邂逅